人民日报发声,真相大白,全红禅是否压分数呀,水落石出,陈若琳懂了 大家好,我是小牛,我又来了,有喜欢小牛的呀,可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小牛点个赞,留个关注,感谢大家 最近呀,全国跳水锦标赛的举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其中,女子个人十米台预赛的结果呀,让人们大颠眼镜 全红禅携手陈玉希在预赛中分呀,分别得了第一和第二名 成为了焦点观所在,然而呀,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在全红禅接受采访时呀,一位自称是她的粉丝的网友 对裁判的评分发起了质疑,这一质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就在全国人民以为会有一场悬疑之战即将上演时 情况呀,却出人意料的发生了变化 对于全红禅来说,她已经在十米台输给了陈玉希 使得她的心情呀,本来就不好 而这些所谓的粉丝们打着维护她的旗号 却实则呀,给她带来了更多的困扰 全红禅的心境呀,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如同一池扰动的水波,难以平静下来 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包括她在双人十米台比赛中的表现呀 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失误不断,水花无法压住 全红禅的状态显示不如以往,而陈玉希呀,则相对于稳定 最终两人携手夺得了第一名,并且呀,夺得了参加巴黎 并且呀,得得了参加巴黎奥运会双人十米台比赛的机会 在这场看似普通的锦标赛背后呀,隐藏着的是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考验 无论是裁判的评分,还是所谓的粉丝质疑,都对运动员们呀,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全国产的粉丝们呀,似乎对裁判给她的打分的公正性产生了一些质疑 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裁判是拥有专业认识和裁判证的专业人士 在跳水比赛中,评分不是由一个裁判来决定的,而是由多名裁判现场打分 他们呀,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以确保打分的公平和公正 所以呀,可以说,跳水比赛中的评分是非常公正的 事实上,甚至有一些跳水民将站出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呀 呼唤粉丝们理智的追星,不要给全红禅呀,帮倒忙 这无疑呀,表明了全红禅是否被压分的问题已经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 然而这个问题呀,依然持续在大家的热议中 不仅仅是全红禅的粉丝们在质疑裁判,连权威,媒体人民日报呀,都出来发声了 人民日报表示呀,对于体育圈饭圈话呀,说不 人民日报指出呀,饭圈文化的入侵容易给运动员带来更多的压力 也对体育的纯粹性呀,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一观点呀,值得我们深思在体育比赛中呀,裁判的公正与否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观众的和粉丝,我们应该尊重裁判的专业评定 并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要被情绪和偏见呀,所左右 应该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比赛结果和打分 全红禅没有展现出他一贯的出色发挥 在赛后的采访中呀,他坦言自己的失误 并将其呀,归咎于心态问题 全红禅的声音呀,婉转而坚定 他说,我觉得还是心态问题吧 这个平淡的说辞呀,将他的内心波澜荡漾传递了每一位聆听者 或许呀,这一的,或许呀,这一个失误 既他来自于内心的凡乱也离不开大批量网友的纷纷关注 全红禅及其家人的一举一动被大家放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 他承认,陈若林对此呀,应该是心有体会 并理应懂得如何给全红禅疏导心理,调整他的心态 这番言论呀,犹如一阵春风掀起了人们内心的深处的涟漪 全红禅需要的并不是指责和责任 而是一个理解与宽容的港湾 他的跳水天赋无一致疑 只要心态调整好,他依旧是冲金的大热门 如同夜空中璀璨的群星 全红禅的灿烂光芒呀,不会被一次挫折所扭曲 他仿佛一朵宛约的花朵在阳光下静静舒展 倔强而温婉,他的每一次跳水呀都是一首动听的乐曲 在空中回旋,沉稳着陆,将自己的才华与魅力呀微微呈现 全红禅这个传奇的名字已经被人们铭记 他的未来呀注定会让世界瞩目 那么大家对于全红禅未来的表现有所什么期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先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